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照照 在6月13日 G7就舉行了一個會議 這個會議之後 他們就呼籲中國要尊重人權和自由 特別是關注新疆和香港高度自治的問題 他們也都呼籲中國 要配合世衛進行新冠病毒的第二輪調查 G7的國家有哪幾個呢 就是英國、法國、美國、德國、加拿大、意大利和日本 這七個國家裡其中英、美和加拿大 就是五眼的聯盟成員 近日內地有一位藝術家 他畫了一幅神級的畫 這幅畫是諷刺G7峰會的 這幅畫是模仿達文西的名畫《最後的晚餐》 他是用這幅畫來做背景的 那我作者就幫他這幅畫 就改了一個名字 就叫做《The Last G7》 《最後的G7》 那眨眼看這幅畫 就以為只是把人頭轉成動物那麼簡單 這幅畫是很有深度的 如果你細心一點看 就會發現它是隱藏了很多意思在這裡的 如果你對世界的局勢是不夠了解 或者是不夠智慧的話 其實你是看不到什麼出來的 那我們等一會 會和大家逐一拆解它裡面的原機 開始之前請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支持我們輕輕鬆鬆找真相 這幅畫其實就是模仿達文西的名畫 最後的晚餐 當時耶穌就跟他的門徒吃飯 耶穌就說 當中你們是有人會出賣我的 而出賣的那個就是猶大 那麼我們看到現在這幅畫 中間的位置就是一隻白鷹的 那就是美國 那麼美國的前面就有一部印鈔機 這個印鈔機就是用一卷刺紙 去印一些美金出來的 那麼其實這一個就是諷刺著美國 那麼就用一些毫無價值的東西 去印一些銀子出來 那麼就略奪全世界的資源 那麼而那鷹的左邊就有一張紙 寫著了些什麼呢 那麼大家可以把這幅畫 調轉來看就可以看得到的了 上面就寫著了2 trillion 畫了它的 4 trillion 6 trillion 都是畫了它的 那麼最新就是8 trillion 那麼其實是諷刺著美國的國債 就不停地去提升 但是毫無能力去償還債務 所以就用撤紙引人紙 沒錯 但是它美元霸權 所以它可以做到這件事了 然後我們看到其實桌上 每個人都會有一杯飲料 那麼大家看不看到 在針對飲料的那個是哪一個呢 那隻是秋田犬來的 秋田或者柴犬 秋田是說哪一個國家呢 就是日本 它是在針對飲料 就給桌上所有的人 一些綠色的飲料 那麼我們看看這個茶壺 是印了什麼呢 有個標誌在這裡 那麼這個是一個核輻射的標誌 那麼其實呢 它就是在諷刺著這個日本 小日本 就在排放著這個核輻射到太平洋那裡 那麼我們看到有些人就有喝 有些人就沒有喝 那麼美國就當然 它那杯就最大杯 大大杯 大大杯就針滿了 然後另外呢 我們看到澳洲 英國和加拿大都有的 法國的杯裡面都有一點點的 但是呢 德國就完全沒有的 意大利呢 就耍了手說不要不要這樣 所以我們看到德國和意大利的杯 是什麼都沒有的 那我們一起看看 桌下面他們的腳 大家有沒有發現 他們全部都是人腳來的 唯獨是秋田犬的腳都是狗腳來的 那麼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它就是在說這隻狗 就從頭到腳都是狗來的 都是吃狗來的 是的 那麼說是日本 從頭到腳都是隻狗來的 狗到盡 是的 然後我們看到畫面最右邊 有一個大笨象 也有一個杯 但是呢 它就喝一些黃色的東西 那麼那些黃色的是什麼呢 那麼我們看到大笨象 它就很慘 因為好像就死就死 那樣 那麼其實它是說 印度的疫情 就非常之厲害的 我們看看大笨象的背後面 那麼就剩下半條人命 就在吊鹽水 但是它又不是有鹽水給它吊 我們看回那個圖 後面放大一點去看 我們看到它那兩包東西 左手邊就用英文寫著 就是行河水的 那右手邊有個牛的icon 但是有黃色的 是什麼來的呢 嗯 是牛尿來的 沒錯 就是牛尿來的 因為在印度當地 它們的文字 就普遍十分之低 它們就會迷信 牛尿是可以幫它治療病的 那之前也有說過 它們有些人就喝牛尿 就覺得可以治療這個生半的病毒 那也都有一些用牛尿去塗個身 就希望可以避免病毒 那所以就在諷刺著 印度現在這樣的情況 還有我們看到這個 印度的大象 在前面有一個兜 那兜就寫著 Help me 救我 那樣 那大家可不覺得這個兜 像什麼呢 尿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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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叫人家救他 但是也沒有人理解他 當然就是 還有大家留意一點 這個大象 他不能坐在桌子上 他是在桌子的後面 還要是最矮最小 好像黑球那樣 沒錯 那第一 因為印度就不是G7的成員國 所以他在桌子上沒有一個席位 只是蚊三尾而已 然後我們回到桌子的中間 那你有沒有看到有隻獅子 跟美國就好像很好談 嗯 那那隻獅子呢 其實就是英國 那我們看到那個獅子 深口有一個圖案 那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它就是英國的地圖 那如果有看過我們之前有一集 有說愛爾蘭的話 大家會知道 其實英國就是由三個地方組成的 就是英國本土英格蘭 北愛爾蘭 和蘇格蘭 而這三個地方是不同顏色和分開了的 所以其實他正在暗示 英國其實本身是存在這個分裂的危機 嗯 另外跟美國最好談的 在英國旁邊 有一隻叫荷里 這隻荷里呢 就是加拿大了 那他的手上就拿了一個公仔 那這個公仔呢有兩個解釋的 一個呢就說這個是中國的女生 也都有一個解釋 說可能她就是印第安人的女生 而最多人的說法 就說這個公仔是代表孟晚舟 那這個說法其實也是非常合理 因為加拿大就是幫美國去挾持了孟晚舟 但是另外一個說法我覺得都很合理的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前附近加拿大就爆了一件事出來的 就在當地的原住民的學校裡面 就發現了有很多小朋友的屍體 那就揭發了他們對原住民是有屠殺的 沒錯了 所以其實他手上捉住那個公仔 說他是漫漫舟 或者是原住民都OK的 另外我們也看到這隻荷里 就穿著一件衣服的 那衣服上面有一些花紋的 是啊 這是什麼來的呢 原來這個是大麻來的 啊 沒錯 他在諷刺這個地方 其實大麻是合法化的 是可以讓你吃的 那加拿大旁邊有一隻雞 那這隻雞是什麼來的呢 它就是法國的高爐紅雞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法國和美國 好像也不太合談 在想自己的東西 那他的杯子只有很少喝的 沒錯 因為他跟美國不是很合談 那他右邊就拿著一個白色的手巾 那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有些人就說這個白色手巾 就是隨時打算投降用的 到時候就釘出去的 那未必說不通的 還有他左邊拿著一支筆 就寫了一些字 那他寫的那些是法文來的 而翻作中文呢 就是法國萬歲的意思來的 那其實這個畫家呢 他是很洞察現在的政治環境的 這幅畫是6月12號出來的 但是在6月13號 馬克龍他參加完峰會之後 就公開講話 G7並非和中國敵對的俱樂部 在應對氣候變化 國際貿易和發展政策等問題上 是要和中國一起努力的 是應該去面對分歧 但不是應該把分歧放大 所以他是要對整個世界的局勢非常掌握 才可以畫出來的 是啊 他看得很通透才可以畫出來 接著我們回到美國的右邊 看不見到那隻狼 就伸了兩隻手 說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那些核廢水 不要核廢水 而且他跟美國好像也不太合談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說法呢 我們看得到其實意大利在美國 最近針對中國的話題上 的參與是不太多的 是啊 最多就是撕眼聯盟 那大家不知道是否記得 當時疫情爆發的時候 意大利是其中一個疫情很嚴重的國家 那麼他當然也有向英美 歐盟等國就要求援助 但是得不到太多的回應 可能本身他們自己搞不定 也都沒有經驗 沒有能力去處理 但是我們中國就幫了意大利 提供了很多的物資 也都派了一些救援隊伍去意大利那邊 就幫他們去建了方艙醫院 那是基於人道原則的 其實這些不是叫做什麼外交 是人道原則 所以我們其實看到意大利 本身在對中國上面這個方針 就沒有太多的表態 那意大利旁邊那隻就是秋田 那我剛才說過不說了 秋田在旁邊那個就是代鼠 代鼠就是在說澳洲 澳洲其實就不是G7裡面的成員國 但是他是私眼聯盟的成員 大家有沒有看到澳洲的腳下面 有一張照片 我們放大一張照片來看看 然後我們再看看這一張 知不知道是什麼照片來的 不過是打了格仔 不過就是 那前一陣子澳洲就爆了一件事 就是他們的國會裡面有職員 在裡面露蟹就拍了一張照片 那就是這一張照片 那他拍完這些照片之後 就發給他的女職員 然後大家看不看到澳洲的右手邊 是有一袋東西拿著的 這一袋是什麼來的呢 如果我們看回沿著 由大手上面同樣都是拿著一袋東西的 這一代就是出賣耶穌的報仇 沒錯 所以其實這個澳洲就是猶大 啊 原來他就是猶大 沒錯 也都是在暗指著 澳洲將會出賣美國的 那這個趴街仔 你看得到他 就很貪錢的 他右手邊拿著一袋錢之外 左手邊還伸手 打算再拿多些錢 這個澳洲就是很厲害的 這個澳洲就是 還有我們看到澳洲後面 是有吊著一些東西的 那我放大去看看 這個澳洲在背後面 是在吊著中國的鹽水 是的 他是在要中國救命的 沒錯 因為我們其實跟澳洲 是有很多貿易的往來的 他跟澳洲是賣很多的東西的 但是澳洲也都跟隨了他們那個 絲硬的大哥 就針對中國 發表了很多針對中國的說法 是 而這個鹽水就已經釣完了 你看到是刺的 什麼都沒有的 那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就是我們中國 最近就跟澳洲斷絕了很多的商業來往的 不過這個澳洲 因為他是非常之趴街 還有很貪錢 所以他最終有機會 都是會 出賣美國的 是的 那我們看看最新 其實澳洲對中國的態度是怎麼樣 嗯 在6月12號 澳洲總理莫里森就說 他已經準備好和中國圍卓移座 重啟和北京的對話 那所以看到了 畫這幅畫的人 對世界局勢是很通透的 如果不是 是完全畫不到這樣出來的 接著我們看到澳洲在右邊 是一隻黑鷹來的 嗯 那他不是坐在那裡 他是站在那裡 哈哈哈哈 大家知不知道黑鷹是代表什麼呢 黑鷹是代表德國 沒錯 還有就是對上一次的G7峰會 特朗普還在做美國總統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印象有一幅這樣的圖呢 嗯 克爾又站在那裡 兩隻手就撐著桌子 看著特朗普 高居臨下的眼神 Exactly 其實就是跟現在這張照片的動作一模一樣 我們看到德國的杯子上面 都是沒有合廢水的 嗯 所以其實德國 某程度上 當然他會基於這個價值觀上 跟美國 感覺上好像同一個被哥東說話一樣 但我們看看德國的表態 其實又是怎樣的呢 德國在高峰會之後 總理默克爾就說 儘管我們跟中國是存在分歧 仍然希望是開展合作 特別是應對氣候變化 和生物多養性方面 在這個領域方面 如果撇開中國 我們是永遠沒有辦法找到解決的方案的 所以我們看到 歐洲的三個國家 包括德國 法國 和意大利 其實都不太看待美國的 他們都是傾向集中在自己的地區上面 就是歐盟 就再做好些 總結一下 剛才說的幾個國家 法國 意大利 和德國 就是這樣 他們是有穿鞋的 哈哈哈哈 但是呢 澳洲 美國 英國 和加拿大 是沒有穿鞋的 日本就是狗腳來的 哈哈 沒有鞋子穿 沒有鞋子穿 我們看到有穿鞋 和沒有穿鞋 那堆是不同一伙的 而這個桌面上面 還有一個蛋糕的 它是一個中國的地圖 嗯 其實是說的 這個美國呢 就想著在桌面上面 就和他們的盟友 去瓜分中國 那應該就不是那麼容易 除非一百二十年前 哈哈哈哈 然後桌下面還有一些亮點 我們看到呢 有一隻青蛙 那它很努力地 就拿著一些台幣 就想著遞到桌面上面 就爬上去 就爬不上去 當然就是 哈哈哈哈 這隻青蛙很辛苦 想它尖到桌面 但是呢 爬多少也爬不上去 已經拿了錢了 也沒有人理睬它 也沒有人理睬它 他就是台灣的民進黨 沒錯 那它踩著一隻烏龜 那烏龜代表什麼呢 烏龜應該是烏龜王八蛋的意思 有些說法就是 這隻烏龜王八蛋 就是一些 是漢奸 沒錯 其實就是在範指這些黃八蛋 想著爬上桌面上面 嗯 接著右手邊 這隻烏龜的右手邊 還有一個亮點 大家看到是什麼來的 是蟑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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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蟑螂是指什麼呢 不用說了 是不是 你看 它在這麼多的動物裡面 它指一個很小的昆蟲 是蟑螂 但是它的生命是很強的 還有反織能力也很強的 還有很討厭 很討厭 還有 真的有它的特點 是 那圖那裡其實還有另外一隻青蛙 嗯 青蛙就浸在一個盆上面 這個其實是一個洗腳盆 哈哈 那洗腳盆裡面那些是什麼水 就是洗腳水 沒錯當然是洗腳水 剛才有幾條粉腸是沒有穿鞋的 那洗腳水就應該是他們那些洗腳水來的 是啊 那有說法呢 就說這個青蛙就是國民黨 沒錯 另外我們再看看美國的腳底下面 其實是踩住了一個東西的 嗯 那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這個是棉花青 那美國曾經是有一個黑歷史的 他們強迫黑爐去幫他們採摘棉花 嗯 那採摘完之後呢 就會磅一下那些棉花有多重 而這個呢 就是當時拿來量度棉花重量的稱禮 嗯 還有桌面上面呢 我們還看到最左手邊 德國前面呢 有兩盒東西 其實第一盒 左手邊第一盒 就是阿斯利康的疫苗 嗯 第二盒應該都是一個疫苗 但是為什麼會放在德國前面 放到那麼遠呢 那其實呢 其實在說的 就是在桌面上面 美國最關心的就是前面那堆錢 對不對 嗯 還有蛋糕 還有蛋糕 錢是比較重要的 然後再掛蛋糕 次要 但是其實在現在的世界上 最重要的 不是應該是解決疫情的問題嗎 但是他就把疫苗放得很遠 那反映著呢 其實他們呢 對疫情不重視的程度 就是這個全球都關注疫苗的時候 他就把疫苗放得很遠 但是錢和瓜分中國就放在他最近的位置 沒錯 對他來說最重要的嘛 是 人命和人權來說 對他們是完全不重要的 他們從來都不關心的 嗯 還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那個疫苗呢 是放在德國前面 就不是放在印度前面 還要離得很遠 還要離得很遠 但是其實現在印度是很需要的 就死了 你見到他 那我們看到這個背景呢 其實在後面有個大笨鐘 那就是說這個G7的峰會 其實是在英國舉行的 嗯 還有呢 佛陶的左右手邊 還有中間都有一些文字 那我們的左手邊呢 我們看到他寫的那句話呢 就是 We bring peace and order 我們帶來和平和秩序 右手邊呢 就是 We have freedom and democracy 嗯 我們有自由和民主 嗯 接著中間那句說話呢 就是 所以We can still rule the world 我們仍然能夠管治這個世界 對 對 Zadley就是 美博的思想 就是只要呢 用把口 來說人權和民主和自由 就可以拿著這些籌碼 來繼續控制世界了 嗯 但我們看得到實際上 最不重視人權的 其實是他們 那這幅神作呢 我們看得到呢 其實是很厲害的 包含了很多細節 是的 而每一個細節呢 你都是要對整個世界局勢 非常的了解 你才可以做到它出來 是的 你要看得很通透 你才可以畫到這幅畫的 是的 那美國官方媒體《蘋果日報》 當他得知這幅神畫面世的時候 他們又會怎麼報導呢 那當然是抹黑和詆毀啦 不用說的 那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G7峰會 中博畫師諷刺畫作 如意深 網民 缺乏自省 十分悲哀 這樣看得出呢 蘋果呢 他就不會用自己把口說出來的 他怎麼都要說一句反說話 但就說是網民說的了 其實缺乏自省的是不是他們呢 因為整幅畫呢 說的是一個世界局勢正在發生的事 我們剛才也有舉了一些相關的報導出來 去證實了現在正在發生這些事情 所以缺乏自省的反而是他們 還有就是我覺得呢 在這個藝術的角度定義上面呢 我們跟他的層次真的差很遠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這幅畫呢 是層次很高的 但是他們不懂得欣賞 他們會欣賞些什麼呢 喊美美就這樣舉一張宗子 他說這些是高級的東西 但是這個這麼小的畫作 包含了這麼多意思 你還要整個局勢了解清楚 你才可以懂得去解讀它 竟然不及你那種宗子 你能看到其實那個深度和層次差很遠 是啊 那個文化水平真是高下立見 那好了 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記得要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那你不會錯過以後沒有一條影片 還有要留意網報 看看你對這條影片有什麼看法 最重要是要廣場的影片出去 令更多人知道 什麼叫做真正的藝術 人人做文宣 你我也有責 下次再說說 拜拜